向行車喇叭播放 小朋友向国民党台中第六选区 立委候选人罗廷伟生讨公园游乐场 对此罗廷伟大动作到台中地检署 按您控告民进党部对手江兆国 罗廷伟高分被反击家族经营的牛肉面店 同时自终都是租地经营并非地主 但却因为参选立委被对手当成攻击的剑靶 这样子的市民的声音我们希望罗廷伟你要能够听得到 对手江兆国直求回应 不管是否为租客占用就是事实 所登载的内容包括说罗廷伟开会缺席 包括罗廷伟的干部涉及联署会选 所有看板文宣上登载的事实 不是检警调查当中就是已经被正式的告发 选战倒数罗廷伟面店战地组建公园 江兆国密集的文宣布条工房 台中第六选区蓝绿立委候选人 拉锯展激烈 再继续我们的另外一位是谢云珍台中采访不到